成龙的妻子林凤娇,当年曾是圈中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星,与林青霞并称双林。 林凤娇29岁嫁给成龙,在最红的时候西影,相夫娇子,无怨无悔地守了成龙一辈子,老公却在外拈花惹草有了私生女,伺候了儿子半辈子,房祖明却走上歧途。 对于成龙来说,爱情从来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,江湖义气才是她最重视的,而对于林凤娇来说,爱情却是她生命的全部。 林凤娇未婚有孕,成龙甚至都未曾给她承诺,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声罢,林凤娇便赴美代产,直到临产前夕,成龙才赶到美国,并与林凤娇成婚,林凤娇后来曾看等成龙好苦。 2015年成龙宣传新书时,当住众多媒体的面说,我当时女朋友很多,我在挑谁是最好的,一步留审有了小房子,也不想结婚,不知林凤娇听了心中又是何滋味。 林凤娇46岁时,无其力生下了小龙女,成龙成为众矢之帝,林凤娇作为妻子,最有立场指责她的人,却没有一句斥责,而是说,你先安抚人家,不要伤害到人家,也不要让人家伤害到我们,你要我站出来,我随时站出来。 成龙度过了这次危机,也真正看到了林凤娇对她的心,直到这时,她才放下对妻子多年的戒心,把所有的财产都写上了林凤娇的名字。 但这并不代表成龙就此爱上了林凤娇,她看到了她的意,却仍不懂一个女人的情,成龙依然流连花丛,绯闻不断。 唯一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的介入,林凤娇把很多受倾泻在她身上,照顾得无微不至,这也造就了她单纯内敛的性格,一旦进入光怪入离的娱乐圈,马上失去了方向。 儿子住处被搜出为禁品,林凤娇目睹了全过程,当媒体对她穷追不舍时,她只是礼貌道谢,谢谢你们照顾房左明,谢谢你们照顾我的儿子。 林凤娇是一名传统的中国女性,拥有那个时代女性的所有美德,忠贞,隐忍,宽容,她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住家庭,无论外界如何议论,也许这就是她甘之如意的幸福。 只是这样的美德在当今社会越来越不吃香,很多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,有了独立的思想意识,已经不再以家庭为生活的重心,她们走出小天地,从大世界中寻求。